欢迎新城 那我在欢迎新城将近有一段时间 我看到的问题 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 都市里面的这些社区养狗养猫 一些这些动物 他们对这个动物非常宠爱 但是因为这个动物会老化 都会老 老的时候会生病 会臭 所以都市人受过高等教育 但是他们不了解动物性的种种 所以会把这些东西丢到身上 丢到身上的时候 这个狗一定是往有人的地方 居住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情况之下 社区的人 捡紧或者是反映 到我们的里长 里长就讲完一句话 不准把这些狗交给公部门 因为它的下场是 把它砍死 毒死 安乐死 也就因为这样子 社区又有很多一些养狗养猫的人 起来说不准做这些事情 所以整个社区不是狗大便就是大便 然后也变成狗会去咬这个猫 然后剩下的问题 就是变成一个这个社区 本来三十年前是一个很有气质的 蛮有一个品质非常丰富的一个社区 但是因为这种问题就变成棘手 里长跟公部门都不敢来 一来的时候都被轰炸 所以这个社区就变成乱 第二个问题 就像刚刚早上一个课 提到社区要做一个造景 因为我本身就是做这个东西 做那个面包窑 这个面包窑 因为没有取得任何人的一个管理 公部门也好 协会也好 发展协会也好 通通都不是 所以这个面包窑做完之后 非常非常很重要 每一个人大大小小小孩都会去烤披萨 烤面包等等这类的办活动 但是之后维护的工作 没有人愿意提升而出 就变成一个 谁制造的就由他来承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区就变成一个 牢可是没有太大的空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特别的方案 可以弥补这些 有待加强的一个议题 谢谢 好我们谢谢 从化验新城 也是从重建区过来的林大哥 提出两个议题 一个是从面包窑 它的管理 或者叫做我们社区里面的公共设施的管理 各位认为可不可以变成是我们来讨论的一个议题 另外林大哥也提到 就是社区里面的流浪狗 或是社区的野狗 也等于就是它的管理 会不会可以变成我们讨论的议题 有人呼吁刚刚讲的 面包窑也好 或是社区的公共设施 它的管理是需要我们来关心的 可以形成我们讨论的议题的 有没有人呼吁 好OK 那这个议题要形成 谢谢 另外社区的野狗 这个应该是我们蛮关心的议题 可不可以形成是一个我们等一下讨论的议题 有没有哪一位呼吁 好谢谢 林大哥你等一下要很辛苦的分身 稍微要跑一下 我们已经有两个议题可以成立 那我们还有两个议题 来 有没有哪一位我们的小姐 我们的答案来请 今天早上有一个老师在讲说 就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庭院变成开放式的空间 就是把那个围墙拆掉 那说现在市政府好像已经在改善了 可是就我最近从很多学校附近过去看 我是觉得它的围墙只是 只是变成你看得到里面 里面看得到外面而已 并没有就是并没有说 可以让外面的人可以直接走进去 我的意思是说 它如果是要开放的话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吧 就是说你把它拆掉 然后放一个比较矮的 比较透明的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蛮奇怪的 那我是觉得这个 那这个可不可以算是大会公堂 我觉得这个好像很多学校经常在 把围墙拆掉 那下个校长要把围墙盖起来 下个校长再把围墙拆掉 好像有点这样的味道 谢谢我们大哥刚刚提出 校园的开放是只是把围墙变矮 或者是立化 让我们的景观可以穿透 这样子就够了呢 还是真的要达到 它的一个公共使用的可能性 或者是说我们站在家长 站在民众的立场 期待 校园的开放 应该要到哪个程度 应该 大哥您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大概就把它简化 变成校园开放的议题 可不可以形成我们等一下讨论的另外一个议题 有没有哪一位要呼应了 OK好 我们这个议题也成立了 有三个了 最后一个议题 有没有哪一位 来谢谢小蜜 我想我提刚才那位红仙 他现在没有在现场 对不对 因为刚才我大概跟红仙 有大概聊一下 其实他大概想要提的就是预防医学这个部分 怎么样能够去置入这个社区 而且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 那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医师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专业 所以我想就是说是希望它变成一个议题 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居民 里面呢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预防医学的这方面的活动啦 观念啦 这方面能够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健康 谢谢毕小姐 毕小姐您刚刚的意思大概就是 现在的健保只在看病 只在治疗 那我们期待随着健保的改革 能够呢看到我们的健康促进 健康管理等等这样的东西 所以相对的 健保的改革 请着重或是请关照到 您刚所提的这个健康促进或是预防医学 这样的一个议题 可不可以变成是我们等一下讨论的最后一个议题 有没有哪一位来护议 OK好谢谢 那我们等于就是有四个议题了 有毕小姐 也就是健保的一个改革期待往 预防医学这方面来做一个调整的努力 那我们后面刚刚那个大哥谈到的 效应开放的议题 还有我们林大哥提到了两个议题 一个是野狗的管理 一个是社区里面面包窑也好 或者是公共设施 它的一个管理 基本上我们可不可以先请 三位花旗议题的这位小姐大哥们 开始来做一个本意带领 那您到时候可能看哪个议题 先请同一组的伙伴 然后继续帮您做一个带领工作 阿民一组也请一定要有一位伙伴 辛苦一点 把大家讨论的重点把它记录下来 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四组的分组